第四季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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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现在已经是三十月份了 天气越来越暖 那晚上出来活动的蛇有很多 那么今天 就跟着我的镜头带你们一起去探索 看能不能遇上 一些大型的毒蛇 这里有一个坟墓地 咱们走过去看一看 等一下,这个好像挺新的呀 看到没有 走过去看看 这里发生了一头死 看清楚了 这是一条华山湖蛇 坐在这个坟墓边缘上啊 今晚的运气还不错 在这里发现了一条广须华山湖 这也是很难遇到的一个品种 它是眼睛蛇科华山湖蛇鼠 小心了剧毒蛇 毒素为神经毒 在我国已发现的华山湖蛇 已经有六种了 其中最常见的还是中华山湖蛇 但是很多人 对于广西华山湖还是挺陌生的 它是2020年定名的一个新物种 我经常在网络上看到一些评论 说这个蛇很毒 咬到必死无疑 其实真是这样吗? 由于广西华山湖蛇 并没有LD5C的毒液测试 那么我们可以参考一下 中华山湖蛇的LD50为静脉 艾豪克 这个数据在我国的众多毒蛇当中 只能算个中等水平 而且它的体型小 注毒量也小 所以它的致死率很低 但是也有被它咬到致死的案例 从这个体型来看 已经是很大的一个个体了 虽然它的性格还是挺温顺的 但是也得小心 在这里温馨的提起一下 屏幕前的你们千万不要去模仿啊 它的眼睛特别小 头部有三分之爱都是白色的 这种就是广西华山湖的一个特征 它身体上的轮片闪闪发光 相当的艳丽 华山湖蛇本身就是一种小型的剧毒蛇 上一条已经下很大了 而且它的尾巴尖尖的看到没有 刚才我把它拿在手里的时候 它还用尾巴扎一下我的手指啊 还是特别的痛 哎呀小兄弟 不要想不开啊 千万不要跳下去啊 是不是昨天晚上熄练了 哎呀 你跑到这个悬崖边了很危险了 你看这么高啊 你下去的话真的是酒洗一生啊 我的乖乖你回头下岸吧 你不要跳下去啊 听我的听我的意趣劝啊 兄弟 天涯何处无芳草啊 何必担恋一击花呢 哎呀 完了 走累了 在这里休息一下 也顺便回答网友的一些问题 有很多朋友问我 我呼唤这么久了 怕不怕被毒蛇咬 其实我真的也很怕 毕竟剧毒蛇咬到的话 是有生命危险的 还有很多人问我 有没有被毒蛇咬过 有过 包括这个无毒蛇咬的气数也很多啊 我的话曾经被竹叶琴咬过 还有眼镜蛇咬过啊 那种经历相当的惨痛啊 OK啊 那么咱们就先说到这里了 咱们继续出发啊 祝你们 Let's go OK啊 这里有一个房间 咱们进去看一看 有什么发现 看到上面有一个蝙蝠 静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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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 好 好像都交不上 对上去 他身体不停的在颤抖 不知道他是在干嘛 我怀疑他是听了DG啊 在听音乐 跟着这个音乐的节奏开起来了 不过嘛 像一种废弃的房间 特别是靠近这个稻田边还有山边的 很容易长蛇 看到没有 他还在寄我陶醉当中 完全不管我的死活啊 我在旁边不停的拍摄他 他还是对我不理不睬的 这只好飞走了 今晚还是在这里发现了一条眼镜蛇 哇 看到了吧 这条眼镜蛇在野外 已经算是很大的一个个体了 他身体上的发纹也是相当的特别 看到了没有 圆形的发纹 哎 包括他脖脊后面 看到了没有 类似圆形 好像孟扎拉眼镜蛇 终于把他惹怒了 看到没有 他现在已经竖起来了 而且他的脖脊扁得很大 哇 这条眼镜蛇相当的漂亮 眼镜蛇的毒素相当的猛烈 我还是得小心一点啊 不能轻举妄动 哇靠 看到没有 他还是对我发起的攻击 这是一条周山眼镜蛇 而且他还会喷毒 哇靠 哇靠 哇塞 哇靠 哇靠 要喷毒 哇靠 哇靠 噴了好多毒素啊 噴到我的身上来了 由于现在是晚上 光线不是特别好 拍摄的不是很清晰 还好我身上没有伤口 要是他的毒液 沾到伤口的话 也会中毒 这可不是开玩笑 屏幕前的你们千万不要去模仿 前面不要有银黄蛇爬过来 但是我在这里拨的话 突然身边出现一条银黄蛇的话 也有这种情况了 你记得吧 所以说晚上为什么说这么危险 它是这样的 有时候你在这里拨着 旁边就拿一条银黄啊 像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 我记得是去年的时候 也是晚上拍摄眼镜蛇 当时就有一条银黄蛇 慢慢的爬过来 等它爬到我身边的时候 我才发现啊 当时这种情况也是相当的危险 户外拍摄不容易 大家别忘了点赞啊